这节课,我们要用跳读的方法,来让大家感受西游记中神奇的想象力。 大家一眼就能发现,这三张图中,孙悟空的形象完全不同。 大家请看第一张图。 这是清代绘制在颐和园长廊上的唐僧师徒四人,其中孙悟空是个头戴花帽,一身黑毛,猴脸雷公嘴的猴子形象。 第二张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动画片《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形象。 此时是妖记虎皮裙,手拿金箍棒。 这个时候的形象,比起刚才的那个,已经漂亮多了。 第三张是1986年开播的西游记电视剧中,孙悟空的形象。 你看他,两眼金光闪闪,一身黄金披挂,肩扛如意金箍棒,杀势威风。 比较了这三张图,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孙悟空呢? 原因只能是,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孙悟空的形象,想象不同。 那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就着想象,谈想象。 其实,西游记的独特价值,就在他的想象里。 七年级语文教材《名著导读》中,认为,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之一。 在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中,也能发现, 学生认为,西游记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蓝色部分是想象力丰富。 橘色部分是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鲜明。 灰色部分是语言幽默,生动有趣。 可见,同学们也是认为,西游记独有的价值是它的想象力丰富。 接下来,就开启我们的想象之旅,感受西游记中神奇的想象力。 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小热身活动。 请屏幕前的同学,打开西游记,浏览西游记的目录,找出你认为充满了神奇想象的情节。 是的,很多同学已经说出一些情节了,特别棒。 充满了神奇想象的情节很多很多,比如,大闹天宫,大战二郎神,偷吃人参果,还有三大白骨精,车池国斗法,三吊芭蕉扇,等等等等。 说出的情节越多越好哦。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现在我们的米有了。 刚才我们找到了一些有神奇想象的情节了。 就可以思考探究西游记中想象为什么如此神奇了。 思考探究一,请你认选一个情节。 可以是刚才说过的情节哦。 分析这一情节想象的神奇之处。 想一想,从哪里着手分析呢? 角度是越多越好哦。 可是,有些同学一定还是很困惑的,不知如何下手,没关系。 我来举个例子分析,我们以龙宫戒宝这个情节为例,来分析这一情节想象的神奇之处。 那么龙宫戒宝中,谁去戒宝了呀? 是孙悟空。 孙悟空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吗? 当然有了。 他本身就是个石猴。 石头做的,紧这一点就够神奇的了。 后来啊,他又在菩提祖师那里,学会了七十二变和金斗云。 这两项神奇的本领。 这孙悟空本身就是个神话啊。 由此可知,作者把人物的身世、本领已经想象得非常神奇了。 接着我们再想,龙宫戒宝,那宝贝是什么呀? 金箍棒。 金箍棒神奇吗? 当然神奇了。 这如意金箍棒本是天河定底的神针铁。 大雨至水时留下来的钉海的钉子。 谁知道,到了大圣手里,竟然能大能小。 看来宝贝本身就蕴含着神奇的想象。 我们再来看看,是在哪里借的宝呢? 龙宫啊。 龙宫神不神奇? 当然神奇了。 龙宫溅在海底啊,住着的有龙王,还有虾兵蟹将把守着。 你说神奇不神奇,神奇动物在哪里?就在龙宫里,就在龙宫里。 看来,场景也可以被想象得十分神奇的。 那么龙宫戒宝到底是怎样的情节呢? 简单地说,孙悟空戒宝,龙王没想到孙悟空不好打发。 想用天河定底的神针帖,把孙悟空糊弄走。 哪知,悟空能操控金箍棒,龙王只得又送兵器,又送披挂。 有了孙猴,金箍棒,龙宫,这些神奇的要素,龙宫戒宝这个情节就变得既精彩,又神奇,令人难忘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你能发现吗? 在人物、宝贝、场景等方面发挥想象,可以创造出神奇的艺术效果。 你得出这个结论了吗? 我相信你一定心中有数了。 刚才我们已经发现了想象的神奇之处。 非常好,让我们再接再厉,继续研究。 根据前面的情节,想一想,如何进行想象呢? 这个思考题虽然看似困难,但是拿具体的例子一分析就简单了。 我们共同来看这些事例。 棍子,棍子,瓶子,葫芦,这些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东西,在西游记中就不同了。 棍子能长能短,瓶子,葫芦可以随意地装东西,装人,乍一看很神奇。 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如何进行想象的呢? 其实,细分析很简单,就是变化了物品的功能。 比如,瓶子,葫芦,这样的东西,原本是装水的。 西游记中,变得能装东西,能装人。 这就属于合理的想象,让人觉得,既神奇,又合情合理。 而人物设定这部分呢,像玉皇大帝,玄奘,这些人,是采用历史传说的。 金斗云,七十二变,等等特殊的本领,则是实现个人期待而设置的。 综上所述,变化道具物品的功能,采用历史传说创设人物,利用人物本领实现个人期待,这样就可以展开丰富的想象了。 光说不练,假把试。 下面,我们就来布置一个进行合理想象的练习。 课后练习,原创第八十二难。 在本课思考探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游记原著,请你为取经过程增加疑难,创造第八十二难。 需要创设一个妖精,注意,现实基础要有,和动物形象一致,有天庭背景等等。 宝贝和场景,那么任务还要有要求大,题目需要自拟,自数不限,要完成一篇想象文,并且分享展示。 这个题目本身,难在,它是第八十二难,又需要有妖精,还需要有宝贝。 其实咱们前头,已经对这些有过一些交代,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想象。 尤其是和动物形象一致,还要有天庭背景这一块,可能很多同学一下就想起了一个可以设置成妖精的这样一个动物形象。 哎,你心里想的,可能和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笑天犬。 这个任务我们如何评价呢? 这个任务,我们从想象、情节、主题、表达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想象合理丰富,有恰当的人物和道具设置,这是十分。 情节、逻辑合理,有起伏,即为十分。 主题鲜明,有启示意义,主题这一块,也就是十分。 条理清楚,语言通顺,表达即为十分。 仅有评价标准,恐怕有些小朋友啊,还是不知道如何写啊。 下面,我再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 第一个例子,这位小朋友,设计的妖怪是唐僧的心魔,听着就不太一样啊。 他用的宝贝是平常心,我们看他定的题目。 题目是喜怒忧思,须扫静,才得玄妙,永存深。 题目也是颇有感觉。 我们来看他写的文字。 话表,那师徒四人,取得三藏真经,行完九九八十一难,静回东土。 师徒意甚喜,不顾那什么衣食住行,只想早日回国。 但不知,启念断然有爱,流情必定生灾。 行有半个多月,呼一日,见一座高山三藏,陡然惊惧,摔下马来。 悟空安慰道,师父,你四周祥云环绕,活脱脱一个佛像,更有真金在手,哪个妖哪个魔会害你啊? 说吧,天空之上有八大金刚挺立道。 唐朝圣僧,只因你已成正果,却又存害怕心。 恐惧之心,今已降止,虽已行满,但施加疑难。 已成,你忧虑之心。 你看,这个孩子想的第八十二呢,是什么? 唐僧的小心魔,他害怕,他有喜怒哀乐。 这些心思干扰了他的一个平常的心态。 所以后面用什么心思来去把这个心魔去掉呢? 用平常心。 今天我们的篇幅有限,我也愿意在这儿留一个小小的噱头。 有机会,我们再把后面的整个故事跟大家共享。 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除了他设置这个妖怪,宝贝这些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篇文章的语言在模仿着西游记的风格。 你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可以考虑到这一点呢?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这位同学设置的妖怪是美人鱼。 很明显,这是一个女生所设计的,颇有童话的风格。 他这里头的宝贝是什么呢? 是声波,那么这个宝贝是美人鱼的声波。 题目是,师徒欲渡摩阴海,人鱼坐浪,龙难行。 其实故事有点简单,美人鱼成妖成怪之后, 他用声波把所有的人变得聋了,听不清了。 包括孙悟空也听不到了。 孙悟空后来借来了降服这个妖怪的宝贝,是定生丹。 其实很多同学一听到定生丹,肯定已经知道了, 这个是仿的定风丹,出的定生丹。 这位同学写完之后,我们看的时候哈哈作乐,很有意思。 但是他的语言和刚才那位同学的语言并不一样, 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 我们来读一点点来看。 师徒来到鱼龙村画斋, 却见村内没有人说话的声音, 感到很奇怪,就找了一户人家,敲敲门, 半天也没有人来开门。 随后孙悟空又继续敲门, 又过了几分钟,门开了, 走出来一个老婆婆, 手里拿着纸和笔, 当然啦,听不清只能靠纸和笔来写啦。 这个孩子的想象也很丰富,也很神奇。 两个例子举出来。 同学们,我猜你心里头已经能够完成第82难了。 好了,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用一节课的时间, 对西欧记中神奇的想象进行了研究。 希望大家能在课下把第82难的写作任务完成。 后两节课,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西欧记的点点滴滴。 今天的课。 , 感谢观看